說訴諸的事情 過後兩三天 他就找我發火 故意找我發火這樣子 開課變成沒開課 不是 那找我發火的話 你想想看 我心裡怎樣 我又沒有對他怎樣 陪我可以做對他 然後我要問你 因為那是很久以前的事 因為你講話可以講 你可以表達 你可以很禮貌的跟我們講說 那這個電腦我今天為什麼 中心可以起床啊對不對 那是什麼原因 我們幫你看 我們一定會幫你看的嘛 那我們不行 我們自然就會幫你處理 可是你口氣不需要這樣 好像怎麼 好像這個電腦是 這個電腦上好像感覺是他的 他在管你的 那人家講話的聲音分貝大小 由他決定他是大小聲音 完全都不 那他有時候我也有發現 他有跟人家聊天的機會 那你就可以聊天 人家別人就不能遇到 他雙重標準 他可能控制到完全不遇到 我是 這段時間我又有觀察到 我覺得那現在這樣子 有點誇張 你覺得不好用 你可以不要來用 你看哪間的電腦好用 你去用這個地方 我覺得這個不好用 他說你當上程式 怎麼沒有那個程式 那我們不能說 等於說這個電腦是大家的 不是你個人 你虛意不經常 大愛我還是要強調 因為我們真的是比較不能去拒絕任何客人 所以我就覺得說 像我們這邊也有比較我們為難的地方 因為我們沒有辦法選擇人家 就只有人家選擇我們 那或許每次來的客人 他就是會贏嗎 尤其是這一個客人 可能是真的是 我們最不好處理的一個 才知道說 他會有肢體上的不當的碰觸 我覺得這個就真的很不行 我覺得他也不是第一次 可是那天的處理的方式 我是被犧牲掉的 我真的是這樣的感覺 我是很委屈的 不然我不會哭 我是當下真的是哭了 結果你又說 他看我哭 他好像得逞一樣 你好 那個手架好像我是他悲女一樣 真的要把人 要虐待成那個樣子嗎 我的事情 我相信我也很感激你當時 有說 一切要我們志工要照那個來 拒絕說 他們中心直接把我開除掉 對啊 這個長輩的要求 其實有時候真的都太過分了 立足在志工點 來維護志工權益 然後一年 一年後 一年後 他就是藉著 紅樹的事情 然後 看到中心好像都是能出力 他就開始來挑我 自己來挑我 當著那個無督島 課長的面罵我是豬啊 罵我是什麼 給我這樣子 這樣子的那個 那個不堪的言語 他們兩個聽在耳裡 你說不在現場嗎 他不在現場嗎 可是他們有沒有自止 還不是都是聽他的 那我們 自空心靈會灰心啊 會覺得是說 為什麼我好像是 是不是你們的標準 認為說 我們不應該來 那結果是 當時我是說 考慮到 我的事情發生的時候 我考慮到說 你們要接近年底了 要什麼送餐 溫暖什麼那些 工作很忙 我不要說 讓你們這樣把我的事情 繳在那裡 我就自動請假一個月啊 結果你們的那個 烤雞辦法列出來 是停止一個月呢 是說我得到 停止一個月的處分呢 處分 然後呢 還不得再列入那個什麼 那個基憂等 這樣子 那個辦法裡面的 第十三條 第幾款 我都記得清清楚 我做公職 做那麼多年 我從來沒有受過這樣子 所以你想想看 那假使這樣的話 志工的話 就是 真的是 要變成那種 那個 完全不鏽鋼 耐打 耐撞 耐罵 耐吐口水的那個 那個花瓶啊 第十三條 你帶來沒有人 少爐沒有人 沒有人感而好 你們要自自討 你不自自嘆 誰敢啊 要想辦法說 你體自嘆 或是永樂好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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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示一下 其實我聽到這麼多 我覺得 忠心 要給他一個 宿面充斥 你只是來我們 電腦試 電腦借你用 那忠心有什麼 是我們 他先把 反過來 因為他來 他來跟忠心講 那主 主管就是為了 洗手 就像我們家 其實也不是啦 其實我要解釋說 其實他還是有講到說 可能我們在服務上 處理的一些狀況 那因為這種處理的狀況 有時候 如果說我們 第一時間不在現場 我們一定還是要聽兩兆的說法啦 這是人工 有嗎?有聽兩兆說法嗎? 我根本要講話就被擋了說 不是啦 不是啦 就是他來跟我們講的時候 其實我們當然也不能盡心說 他講的那個狀況 到底是不是 就是直接屬實啦 不然你們也知道嘛 他講的狀況一定都是說 我們的志工 但要對他的態度 還是說 對他的服務 對 所以我都一直講說 當然我們也不會說 盡心他們一面子 所以很多時候像 鳳朱姐的 或者像我們的那個 大家這邊的 我們大概還是都一定會 請 就是想說說 你們來跟我們 來一起來匯商 讓他到底還原一下 當初事情的狀況是怎麼樣啦 那我想說說 因為有些事情真的 也有一些 錯綜複雜的一些狀況在啦 在這邊可能 我覺得 對啊 然後他就保持沉默 因為有時候實在是 保持打擊 對啊 嗯 住手無策 我覺得很奇怪 而且要我們志工來騎 講避著他 那他如果說不喜歡 他可以不要來啊 可是我們沒有辦法去禁止他們 不要來啊 真的是有這個狀況啊 我們沒有禁止權啊 他來電腦的事 他就是來打電腦 他不要來怪 因為是我們變成 又變他 會說我們先知人生自由 反而是我們自己 最大的危險 我剛剛是建議啦 就今天大家把這個 不只幾個 一個、兩個、三個 可能還多啦 把大家的這個 有遭受過的這個 被害人幾個人 大家經過一條一條 列出來了 謝謝 然後我們中軍 的名譽 發文給他嘛 你對我們志工人 這樣這樣這樣 請你改善 那不改善的話 你就根據這個文 看怎麼處理嘛 西埃部再來處理嘛 看能不能餓死這種 這種太惡劣的反 反兵非主 我們竟然宿所無策 這個我覺得很奇怪 這個我覺得很奇怪 兄兄特殊單位很公平 你不是說一箭兩箭啊 這麼多箭 那真的 連中軍都沒有辦法處理 反應給上級嘛 看上級 看怎麼處理嘛 總不能說啊 我們就到此為止啊 對 此為止啊 現在就是想說 目前就是這樣 目前就是到此為止啊 你到 宿主到什麼 到三樓去接 對 我還不知道 我現在第一次聽到咧 現在就是想說 其實當然 一定如果 以性騷擾 以不乃斗性騷擾 的一個追溯期間啊 那當然就是想說 我們要不要去收證 那當然要提他 還是有一定的一些 可是因為我知道 宿主節他也很 不希望再一直 因為我們在坦書院 你也知道啊 我們可能 也不希望你一直在 再回憶這些事情 造成你生活不足 我們 你們根本沒解決事情 不是我不回憶好不好 嗯 好像說我們要 要顧捐大情 要大家委屈 要吞假期 這樣不對啊 等於中間 一點辦法都沒有啊 對這種人 一直給他 給他坦慕下去 我覺得這樣不好 對 齁 這麼多人 應該也不是說 事件啊 不卡 那現在我們也只能講說 說說看看能不能說 遇到他 這樣嘛 比較不利的一些 對 只是要有一些事證啊 那這個不是事證啊 教育中心嘛 神上水嘛 所以沒有辦法去往上級 那所以才要報啊 要報警察局報什麼 對 都沒有辦法去上級 社會局來解決嘛 對 要不報怎麼辦呢 去把我們的 助公尊嚴 掃避這樣 居裡面當然 當然我們也是都可以去跟他們 大概講啦 問題是 大概他們會覺得說 是自己的事情 下一次 下一次你們如果真的有遇到 那一個長輩 那下一次 不然就是蘇珠姐你看看 覺得就是想說 說看是不是 可以說當然有事真的收集喔 其實我們去通知警察 來做一個調查 其實會比較 比較有一個依據啦 說真的就是這樣 沒有辦法啊 對啊 對啊 因為到時候 好像好幾件都沒有 可是那個 都是後來 後來的時候 才會聽說啊 因為當下的時候 其實不知道說 有這樣的一個狀況啊 所以現在我跟你講說 說就是當下 其實我們是 都比較事後的時候 才知道說 蛤 有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我當下要解釋 沒辦法解釋呢 不是當下 我沒有處理呢 反而把我 你現在變成了 我不對 還叫我要同學 還指責我 你現在跟我說 什麼沒有當下處理 嗯 這不缺啊 你現在現在又答問題 還等不回答我們的問題 大頭 至少四個月才到來 因為你出去的時候 有可能去代表中心啊 對啊 不過我真的要講一下 村上貝先生是代表我們中心的 還有那一天你知道嗎 你上來處理事情的時候 你居然跟他強調說 我說我就是比較大聲 我就是怎樣 你要知道 我當時一定 不知道要怎樣處理 其實我 你講那些的時候 張先生他就 都他對這樣 其實在他無關的情形啊 變成我連白口默辯 你也不知道 其實以我們這邊 大家來看 我講的是說 你可能會比較大聲一點 可是當時的事情 不是那個樣子 他講的是 大概要去看 但我講說比較大聲 我們平常每個人本來會上吊的 他又說他有主證 所以我來講那個張先生很聰明 他又說他有主人證啊 他不是每天來 所有的制風他都摸得很清楚 你知道會造成我們也很困擾了 他也知道如何去治你們 所以我們 哪三個人在一起的時候 因為其實我們不會相信 任何一方的說法啦 所以就會變成這樣說 如果不會相信那方 他的說法 當下 而且人都在那邊 你們怎麼會搞成是 我要跟他對不起 而且又是我錯 而且我還要按登樓 因為他在看肱子 想他真的有人證呢 我就很為難而 任何人證呢 怎麼叫做有人證呢 squeezed 没什么 因为有德恩了啊 你们全部都在他误导中 然后顺着他的讲法 你还有听我说什么 所以我们不是也是想说 说我们也当然会 还是要听听你这边的 你什么时候听我讲的 就是那一天啊 那一天吗 不是当天啊 因为你还忘记了 不是我忘记 你那个已经事后好几天了 好几个礼拜 也就两个礼拜后 我当下要解释后 没有人要听我讲解释 而且还叫我对不起 你现在告诉我当时我没有处理好 不是啊 我是说 因为我们是后来才知道说 有这么一件事情 所以你这件事 你的处理 滚滚滚滚滚 还是我不对啊 还是没解决啊 那我很怕的是说 下次遇到 还是一样这样这样解决嘛 不然是不是我说 客长既然讲出这个样子 是不是客长可以把他说 他指责 是不是的缺点在哪里 给是不是 是不是去回想一下 是不是有这个事情 然后大家可以做公平嘛 不然你靠在那裡 人不知道 今天变成又是来 直接靠到的啊 你也都搞不清楚怎么一回事啊 今天你才小的时候 人家是指责你而已 你也一边说这样也不对啊 你也不能改革 既然有跟你说反应 他是不是哪里有缺点 不然就提出来 那建伯德教他没关系 我讲一下好了啦 我问他说 为什么要跟宿主这样 我问他 他说 宿主 他很远讲就不爽 他来值班 就一直讲话 就跟隔壁讲 不是 我转述他讲 因为他实话 我不晓得 他转述说 宿主 为什么要对宿主 他说 宿主一来值班 就跟隔壁讲话 而且说 他很大声 影响他 那个看电脑 他说他要找机会 修理宿主 有一次他看 既然跑到旁边 说禁止他 禁止他看股票 我说会吗 我们宿主会吗 他 他 告诉我 你的情形是这两点 是这样 啊我不知道是真的 不晓得 我是转述他的话 不然的话可以教他来 他告诉我 宿主这种情形 还有我是跟秀公直班的 然后立花直班的 照理讲 这两个 他刚刚在现场的时候 你为什么没有讲出来 因为天中路很冷啊 说 我是不是这样 你禁止他看股票 我如果说话 是不是对于我们也会说话 对 那为什么两个人讲话 他是找我麻烦 我不晓得了 因为他转述 对 没有啦 所以我背来 因为 那时候 对 对 对 他也应该直接讲 或是跟我们督导 跟周围 完孕 对啦 对啦 我是跟他讲啊 我是刚刚讲说 两个生的 对 因为这边没有要说话 有很多事情 也许我们有委屈 可是在当下 你们会站在你们的立场 顾客是对的 你们 我们现在是受莫原始的 你们是错误的 那我们当下 都要吃下 所有的这种的 那个时候的 不对的地方 我们也没有办法胜变 因为你们先要安抚顾客 不会先安抚我们 你们也没有办法 站在中心的立场 指责他 或指责我们 你们只能叫我们忍耐他们 那这个服务单位 就变成是无解 这个所遇到的事情 在中心和在我们的立场 都是无解 因为你没有办法去处理 中心不能去骂他 也不能赶他 那我们更没有办法 对他怎么样 我们对他怎么样 只是让他在大脑上面报告 只是使我们变得中心 更委屈 那我们助志工的 就是我们自己 必须给自己导出口 奉了这种人 我怎么去对付他 就是不理他 你就视若无睹 或者你就干脆 就自己办一个服务的单位 就不要在这里跟他杠 因为你跟他杠 你只让自己更委屈 他更嚣张 真的 我就觉得他现在已经觉得 好几次我就看他 跟我们的督导在那大小生 我看了真的 我觉得很生气 我就觉得 我们都是服务单位 督导也很委屈 他在这边被我们说 其实他看到那个顾客 他也是被那个顾客学 我也看过 他就很嚣张 刚刚把我们督导骂了 这个人是这种人 可是我们没有办法 我们对他没有办法 就是我们大家自己就是 第一个我们是志工的 我们就是 这个时候我们要站到 知道我们就好像是那个 受货员 顾客永远是对的 就卡定来的 反正做志工就是 甘心乐意做 你就得找一个地方释放 那我觉得是不是 今天已经讲过了 我就觉得 你就当做释放了 我们也都能平民的 都能知道 但是我知道 这个在中心罩 我们都没有办法解决 那就是大家都想看 那志工不想挺一挺 真的就是这样 我会决定回去 我没有站 我不敢保证 以后不会再发生 一定还会再发生 所以一定还会发生 一定会在我 因为我现在去值班 他都用凳的 真的 他那个人 没解决啊 你不会解决 那个人就是 就是这个样子 他已经知道 中心也不能赖过他 你刚刚讲那句话 我觉得你要慎重 怎么讲 你都不理不睬 不行 我们凤书已经做了 等到已经到处 还是不让他过 我现在就是说 不理不睬 不是不理睬 不理睬 我今天要问 我们督导他 我们要问他 他们能拿出什么办法 他们对这个拿出 就是理解嘛 没有办法嘛 你开了 开门做生意 什么目课进来 你都得接受 他就像一个恶客人 其实这点就是大概 刚才的课长讲的一样 就是 所以跟他讲 他能够保持一个距离 因为我发现 他有个问题 要动手 就好像要跟你打招呼 他不管你跟什么关系 也不管你什么男女 受受不亲 跟你是什么人 你干嘛动手 那真的 他就是有这种喜欢 那我们知道 我们就是跟 长辈異性的 保持一个距离 因为知道 他有那个不好的习惯 对 就跟见到温神一样 都是敬而远之 因为我知道 我们提出来 忠心也不能对他怎么样 在说忠心在咕咕咕 摊摇上报 更老更麻烦 所以算了 喜人临死 我也知道 我们的志工很受委屈 可是我觉得 忠心能够怎么帮助我们 也是没有办法 你们能想出更好的办法 把他怎么样 我就说 是不是找人看报胆 用不胆胆 把他打一对 然后我们就走了 那个有时候记起来 我会觉得 这个是最有效的 就学什么 跆拳道 武道 我说 你叫我黄生 我说 你教我几招黄生 他说 亲亲这样一用 他叫我说要打什么地方 他一下子就让他奔下去 他亲亲一用 你就受不了了 所以说我们男生 也不要说少 因为他怕准 他怕准人 他好床的 而且他从小 他从小 就是说好像 有点 不是我感觉 不是很幸福的 他的背景就是 他是以前跳床的 对 跑好床 那一段时间是没有身份 做的是那种很 地下接着的 对 他虽然不容易被欺负 外国女人 然后才取得身份 所以你要知道这种人 其实在那个地方求生存 他今天取到那些身份 他才回到台湾 其实也没有什么钱 没什么 对 他就是那边美国的公民 他就是取了一个外国人 然后取得身份以后 然后在民工做 他就现在退休回来 所以这种人 我说竟然知道他的背景 就不要去招惹他 你今天中心 不去招惹他 他会不会来招惹你 不是 就是尽量 我告诉你 那个大哥 他不是说无理取扰的人 他跟我讲 他说 他不是无理取扰的人 他喔 得理不饶人 我说 你何必跟你生这样吵呢 对你没有什么 要无洋味的地方 他说 他得理不饶人 就是他有错 他有错我才缓急 你民众事情不处理 这种人不适合当志工 你还要请他做志工 是这样啊 他跟我反应是这样啊 我一想说 你男生不要跟女生这样吵 过了就算了 何必事后 还要逼人家不当志工 或逼人家什么 我是听他一些话 他说 他得理不饶人 你是他自己定的啊 对啊 就是说 在我的感觉 在我的感觉 这个方法要处理是 我们中心的大人 去跟他好好沟通 大人去沟通啦 不要说 你们去跟他用什么话 会越吵 会越 我从来没有跟他 面对面讲过话 我认真跟你说 我从来没有跟他讲过话 对啊